1977年,陈永贵为何当着华国锋的面说,千万不要把邓小平放出来。 陈永贵是一名山西农民,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可以称之为传奇人物。 他从农民一步步走到中共中央,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与华国锋等领导人都比较熟悉。 1977年,陈永贵与华国锋见面,在两人交谈中陈永贵提到了邓小平。 他对着华国锋说道,千万不要把邓小平放出来。 那么陈永贵为什么要这么说?他与邓小平是否有恩怨?陈永贵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从早期资料来看,陈永贵与邓小平之间的关系并不差。 邓小平我们比较熟悉,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袖,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而陈永贵能进入中央是凭借着1952年的省劳谋身份,他是一名优秀的农民领袖。 两人相识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也没有并肩作战的过去,只是在工作中难免会碰到。 两人最主要的交集时间是在1975年左右。 那一年的九月邓小平与陈永贵还在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时拍摄了合影,再往前推就要追溯到陈永贵当农民的时期了。 陈永贵是山西人,当时他在大寨的所作所为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 大寨是毛主席亲自发现和树立起来的农业战线典型。 他得知了陈永贵在大寨建立的劳动分配制度,发展生产的种种事迹,对此大家赞赏。 而作为中央领导人之一的邓小平也知道了陈永贵的事迹。 他当时对陈永贵的评价是,一个有头脑的农民。 这里的有头脑当然是包一词,邓小平认为陈永贵可以作为一个典型。 之后中央还邀请陈永贵到北京做报告,可见重视程度,这也成为陈永贵步步高升的开端。 到此时,陈永贵与邓小平还没有接触,只不过陈永贵的身份不断转换, 从1952年成为省级劳动模范,担任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后,又在1971年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一直到1975年。 陈永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与邓小平有了正式的工作往来。 当时整个中央对陈永贵与大寨都重视有价。 1975年9月毛主席甚至让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分两地举行, 先到山西省西阳县大寨召开再回到北京继续开会,这样的情况百年难遇,陈永贵也是受宠若惊。 邓小平与3700多名中央领导干部一样前往山西省, 负责接待工作的陈永贵等人热情迎接了邓小平等领导干部。 这场会议的主持人是华国锋,致开幕词的是陈永贵,发表重要讲话的是邓小平。 在这场会议里,包含了未来会有一些微妙联系的三个人, 而此时他们对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邓小平发表讲话,陈永贵是带头鼓掌的那一个, 邓小平甚至直接提到,在农业方面, 陈永贵同志与华国锋同志才是内行,自己只是外行, 这个会议还是要靠陈永贵同志与华国锋同志来开好。 开幕试后,陈永贵陪同邓小平参观大寨了解大寨人民群众的生活现状, 邓小平深入其中了解情况。 在此之后,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学习之风。 此时,邓小平与陈永贵处于友好的合作关系, 陈永贵的工作推行就是根据邓小平的方针政策实行的邓小平、 陈永贵、华国锋成为全国农业运动中的铁三角。 但是在农业运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教条化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恰好此时又出现了一些历史因素,邓小平受到了打击。 陈永贵与邓小平合作了一段时间, 对邓小平十分尊重与拥护。 所以始终站在邓小平一方, 但是在那场历史因素中, 陈永贵的思想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他始终遵从毛主席的思想指导, 对邓小平的一些做法也产生过怀疑。 甚至在邓小平有望恢复原有职务时, 他与华国锋说了一段话。 当时邓小平即将复出, 陈永贵对华国锋说不能放邓小平出来, 还给出了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 一旦邓小平出来, 大家就会说陈永贵和华国锋背叛了毛主席, 没能按照毛主席的意愿行事。 第二个原因是, 陈永贵担心邓小平出来后会威胁华国锋的地位。 可见, 如果没有那段历史, 陈永贵或许不会对邓小平的认知问题提出任何评价, 他与邓小平本就不存在矛盾, 而应该是优秀的合作伙伴。 可经历过那场历史风波之后, 陈永贵与邓小平之间的关系再回不去了。 1977年7月14日, 党的世界三中全会召开, 这次会议宣布了恢复邓小平原有职务的决定。 时隔许久, 陈永贵与邓小平再一次碰面, 两人在会前握手交谈。 陈永贵对邓小平说道, 你年纪也不小了, 这次要吸取教训, 不能再犯错了, 一定要跟随毛主席的指示行事。 听完陈永贵的一番话, 邓小平官方的回应了几句, 结果陈永贵继续说道, 虽然毛主席离开了我们, 但是他的接班人还在, 你要克服困难, 为毛主席做事。 这话的弦外之音邓小平不是听不出来, 他知道陈永贵在说什么, 也知道如果不好好谈一谈, 之后的工作会很难继续开展。 于是邓小平将陈永贵请到了休息室里, 递给他一支烟后问他, 你觉得毛主席提出的作风里哪两条最重要? 这个问题问住了陈永贵, 他一直都是一心跟随毛主席, 不管是什么思想, 他都会不假思索地去完成, 从没想过还有轻重缓急之分。 邓小平料到陈永贵会有这样的反应, 他也没有为难他, 只是自己开口说道, 我觉得应该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 这两点确实是根本, 陈永贵点点头。 邓小平接着提出, 其实大家都没有弄明白毛主席提出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到底是什么意思, 以前走过很多弯路, 出过很多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对毛主席的话一知半解, 背诵毛主席语录不是听话, 要想走毛主席思想的正确道路, 那需要领会起正确意思, 再不能出现曾经的风波。 陈永贵虽然听着, 可他依然不明白邓小平的意思, 他钻进了死胡同里出不来。 此后两人依然在一起共事, 陈永贵始终不太信服邓小平, 时间来到1980年1月15日下午, 那天国务院召开的会议行将结束, 陈永贵提前走出会议室站在休息室门口等待会议散场, 他想要和邓小平聊聊, 邓小平出来时一转头就看见了等在休息室门口的陈永贵, 迎着他搜寻的目光, 邓小平笑着走了过去, 根据他对陈永贵的了解, 这是有话要对自己说。 果然, 陈永贵拉着邓小平到了会议室, 在邓小平刚坐下后说道, 最近你天天开会, 新点子太多了, 我有点受不, 你到底是不是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陈永贵说了一堆话, 还是几年前的那些说辞, 他依然不相信邓小平的思想路线是在追随毛主席的思想, 依然秉持着怀疑的态度去看待邓小平, 邓小平倒也不恼, 他听完陈永贵的话, 抽了一口烟后笑了笑, 随后他将烟头掐灭才坚定地开口说道, 永贵同志, 你知道我加入共产党的时间比你长多少,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会没有发言权, 现在这个历史阶段到底应该做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你的思想怎么还停留在那段错乱的历史回忆里, 永贵同志, 我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有标准有要求的, 你首先要做的是检讨一下自己, 没想到听了邓小平的话, 陈永贵不但没有反思自己, 反而回怼了过去, 我觉得你才应该检讨一下自己, 现在到底在走什么路线, 邓小平再听不下去, 没等陈永贵说完就离开了休息室, 这件事后邓小平与陈永贵都需要一些冷静的时期, 可邓小平在工作中不断收到山西群众的举报信, 信件的内容与陈永贵有关, 经过讨论, 政治局提出对陈永贵停止检查的决定, 邓小平批准了, 随后陈永贵主动辞职, 邓小平拿到陈永贵的辞职报告后, 与他展开了一场新的对话, 邓小平明确告诉陈永贵, 党员对一件事有意见很正常, 我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 但是作为一名党员, 不能因为自己片面的观点违背组织, 不服从组织纪律, 随心所欲, 要做一名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员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需要思想正确, 眼光长远, 而不是拘泥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理, 如果问题严重, 我们也不可能只是说说而已, 会根本相关法律对相关人员进行惩处, 邓小平的一番话对陈永贵终于有的作用, 随后邓小平用自己的例子告诉陈永贵, 当组织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是完美的人, 但是在重要关头, 绝对不能泄密, 不能拉帮结派搞非组织活动, 这是邓小平与陈永贵最后的见面与交谈,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化, 似乎也见证着一段历史, 那次见面后, 陈永贵换上了山西农民的特有装扮, 打算继续回家务农, 他始终是农民, 始终是最质朴的劳动人民, 他向华国锋告别, 诉说了自己的心头真实想法, 三年后, 陈永贵担任北京市东郊农场顾问, 依然用自己扎实的农业技术造福着普通百姓, 我们说陈永贵其实也没有错, 他始终追随着毛主席的脚步, 也曾尊重邓小平的所有决定, 但是他了解的内容是片面的, 他作为一名擅长农士的粗人不了解国家治理中的勾勾赫赫, 就像邓小平曾经过说过的, 将一名擅长农物的人安置在不恰当的位置上, 确实也算是埋没了人才, 1986年3月26日, 72岁的陈永贵在北京逝世, 他的人生同样充满故事与风云,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